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11线总长177.48公里 北起花林县的吉安乡 南至台东县泰玛里乡 在1968年全县通车之前 这里是又窄又颠簸的产业道路 大部分是人在行走 只有少班的公车行驶 如今这台11线已经成为全台重要的景观道路 岛内旅游终究不能错过 那么这一集台湾演绎 为您介绍壮阔的省道台11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省道台11縣北從花蓮縣吉安祥開始 最難到達台東縣泰馬里鄉 全長177.48公里 眼前望去近視筆直的國有大道 田縣左岸是花東北岸 望出去是一望無際的太平洋 海天一色的景致 讓台十縣產生不少令人激賞的觀光美景 在台東有八仙過海傳說的三仙台 以及小野柳直稱的富岡地質公園 在花蓮包括由火山噴發所形成的實踢瓶 這些都是沿著台十縣的地質器官 因為它是從海裡面慢慢升上來 所以仔細地看的話還可以看到一些在海水附近 海水深度20公尺以內所形成的珊瑚 後來形成珊瑚礁質地的這些飲食 不只海水的藍 公路另外一側 山端層層疊起的綠也是自然美景 尤其華林新設的梯田是太平洋常年侵蝕出來的海石崖 由西向東緩緩下降 早期葛馬蘭族人稻子開墾也利用這樣的地形打造水稻梯田景觀 當地人也將這裡稱為海稻田 不論是日常的壯麗海景 還是過去開墾的痕跡 對住在花東海岸的人來說 美景就像呼吸一樣自然 Ferrera是給我們失去了 2016年 融合年度十大電影之一的沉默 就特地來到花蓮牛山和石門取景拍攝 因為這裡擁有得天不厚的明媚光光 花東海岸會有如此景致是因為海岸山脈 而海岸山脈與玉山 雪山 阿里山 中央山脈 並列台灣五大山脈 主要是由火城岩與沉積岩組成 海岸山脈從花蓮溪的溪口到台東的北南溪 大概全長150公里左右 寬度大概10到20公里 那它的最高峰呢 在成功的西方的新洋山 海拔高度大概1682公尺 海岸山脈造就東海岸特殊地形地貌 而串連起這些美景的就是瀋道台十一線 它也被稱為花東海岸公路 或是東部濱海公路 路況時而平坦時而蜿蜒 最高點是海拔200多公尺高的八崎瞭望海 青嶺時期 海岸山脈的交通路線只有東西巷 居民要從事買賣 得從海岸山脈的東側 徒步翻山越嶺到西邊的縱骨庭園 光是單趟就要花上一整天的時間 阿公他們說以前媽媽生我的時候生病 都是用抬的 就是走那條路 那就是從機梯那一條 就是埔道 一直走走走走 走到三星以後呢 就有三輪車 那時候要抬病人都是 以前以後 那病人在中間嘛 就這樣子抬耶 我媽以前有被抬過 所以現在想起來真的 真的好 心好痛 早期有一段時間經濟之後 是那個香茅 香茅油 三片也都是 香茅油一種完以後 提煉 自己提煉完以後 拿到光芙去賣 就走路啊 走到公兵 然後再往這個 那個溪流上去 東西很多的話 就會在那個山頭過一個晚上 然後第二天才在光芙 大概年紀六十歲以上的人 都走過了 當時的古道相當多 幾乎每一個聚落 像是花蓮的水蓮 基奇 新社 豐濱 大港口 都有專門往西的跨山通道 也延伸出挑副的職業 專門幫忙居民送信與採買 像郵差啦 然後這邊有當地的 就是說跟郵局這邊有合作的 這個攤販啊 他們一大早 就是要越過這寒山脈 到我們受風郵局這邊 來領信 然後下午呢 再越過這寒山脈 回到這個豐濱的地方 最不好走的就是從豐濱 就是從豐濱到那個 光芙 我們走那個小溪的河裡 這樣走然後巴山 巴山那個地方 最困難啊 又很垮 又下雨的話 都是跌倒啦 那個時候最可憐的就是 掉湖啊 買酒 賣什麼總工夫 掉湖到那個公兵啊 總工兵有 我們這裡也是一樣 總工兵用挑的 1949年 華東經濟與交通建設 交由台灣省政府管理 直到1965年 才依循日本人原本 修築海岸道路的路線 繼續往北僻建 當時要進入未開發的海岸山脈 宛如探索秘境一番 僅存了幾張老舊照片 記錄了當年工程人員 在進行道路測量時 必須走在海灘上 捲起庫管 跳浪前行 1966年花蓮大橋開工 混凝土交足作業 得靠人力一小車一小車 搭船搬運到定點 並用城鄉工法 有時還必須潛水服協助 總長520公尺的花蓮大橋 幾乎是純手工打造 它叫花蓮溪橋 一開始 後來才更名花蓮大橋 那這個經費是每人一點多億 那把花蓮大橋完成 那真的是非常的不簡單 已經超過50年了 長虹橋位於海岸道路終結 往南跨越秀谷鑾溪的長虹橋 於1967年動工 是台灣第一座 懸壁延伸式玉立混泥土橋 由遠處看 就像一道長虹跨越秀谷鑾溪兩岸 因而得名 1968年花蓮大橋與長虹橋同時通車 副總統嚴家幹 台灣省政府主席黃傑 經濟部長李國鼎都出席通車典禮 也正式宣布東部海岸產業道路 全線通車 這條路線就是台11線的前身 只是此時的東部海岸產業道路 路寬僅4到6公尺 且是最時之路面稱為吉沛路 當時只有公車行駛在這之上 顛簸的程度被當時來視察的行政院長 獎金國孝稱是瑪莎紀錄 那時候57年開通 還不是柏油路 還是那個 一顆一顆石頭這樣 那個公車坐起來就砰砰砰砰砰 那種的 57年 我們要去花蓮 都是每次都會 都會暈車 哈哈 因為車輛的性能狀況不太好 所以還必須要請乘客幫忙協助往上推 那這個路段大概就是我們現在所知道的一個 牛寮坑 就是班淑寮到牛寮坑爬坡的爬坡的路段 那個是以前比較驚醒的地方 那所以當時乘客跟我們的駕駛 其實感情不錯 直到1975年 東部海岸產業道路終於鋪上柏油路面 並依台灣省各級公路橋税寒洞編號要點 編號為十一 從此廣稱為台十一線 進入1980年代 台灣經濟起飛 台十一線的角色也從開發東部資源 提升到提振經濟與發展觀光的層面 政府還專設東部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負責管養這一代國家級風景 1990年行政院通過國家建設六年計劃 將台十一線進行大幅度的拓寬 然後要回去的時候 因為花蓮交通就是南北巷很長 很狹長 那你拓寬以後可以帶來更多的人潮 那時候應該也是這種考量 所以觀光也是一個重點 只不過海岸山脈北端的腹地有限 加上複雜的地質結構 拓寬工程相當艱辛 我在做的過程我認為是最難的 就是那個水蓮 水蓮到十八號橋這一段山路 因為它整個都是那個連土層 連土層不透水 它吸水吸到飽和以後就整個會攤下來 所以那個路段有四公里半 整個拓寬的時候一顆石頭都沒有 都是連土 所以那個路段本來大概 我記得大概設計的時候整個挖坊 大概十萬坊 但是下來的土坊大概有二十萬坊 下邊坡我們都有打機裝 就是設計機裝這樣把它克服 這個克服大概花了多久時間 那一段應該也是做了兩年多 此外在三十四公里處 以前是有台十一線之流稱號的大峰段 因為這裡是泥岩地質 沒遇大雨或颱風就會變成泥流 當地人笑稱這裡的山是烙塞刷 是全線坍塌規模最大最平凡的路段 直到做了民隧道搭配地毛與排水 攤坊的狀況才有所改善 神道台西線的拓寬工程 從1995年持續到2013年 道路寬度也達20到30米 總工程經費110.38億元 當時為了節省經費 有些橋樑在重建的過程 是新舊並存使用 不論花蓮還是台東都有 由於台十一線緊鄰太平洋 不少路段與海近在咫尺 為了要避開長浪攻擊 曾歷經多次改線 也向山脈真地以拓寬路面 原本這個寬度大概9米而已 要變成30米 所以必須要切山 切山之後產生的這些土方 就拿來海邊做加進擋土橋 外面在拋放小坡塊 所以你從台十一線公路上面 你看不到小坡塊 你只看得到綠地 這是當初的一個想法 就是必須要切山 然後來做一個海岸的保護 只不過當時拓寬工程 也因為投放為數眾多的小坡塊 影響海岸自然景觀 一度遭到環保人士的抗議 因為海岸後退 海浪侵蝕 那這個不可承受之輕 就是我們會面臨這個 沒有辦法去養護 因為畢竟海岸後退 會造成這個海岸的一個崩塌 這個我們為了公路 保全這個陸基 所以必須去做一些不得已的措施 包括拋放小坡塊 還有防浪庫案 這些都是必要的 台十一線拓寬升級之後 更容易吸引觀光了 1990年代一波產業東移政策 將遊樂園觀念引進東部 一家標榜海魂 海牛和海獅 或以理不決 極具觀光價值 因此2001年 實任交通部長葉菊蘭 進一步將台十一線 建設為景觀公路 沿線片置觀景台和休憩區 沿道台十一線 不只有令人心曠神醫的海岸景觀 這沿路居民以原住民居多 尤其是以阿美族為主 如果放慢腳步 彎近部落 可以感受到當地的人文景觀 每年的7月到9月 就是阿美族豐年紀的期間 北從花蓮 南到台東 各個部落都會舉行 至於漢人最早登陸的地方 是台東的成功鎮 到現在還可以看到清嶺時期 和日治時期所留下來的建築遺跡 繼續這個單元來看 台十一線的歷史人文面 川開心 不概念 沿道台十一線 在洗澡丹5000大種 周邊鎖今村落 與阿美族居多 阿美族居多 每年7到9月 是阿美族的封年祭 各个部落会自行决定举办的时间 2005年开始 巴林县政府就将各个部落的封年祭联合起来 变成大型的嘉年华活动 借此推展观光 男生打赤膊 戴上雨冠 女生穿着大红色传统服饰 头戴花帽 大家围成圈 唱着歌 向祖林表达感谢 数百年来的传统 不曾改变 除了县府的大型活动 各部落自己也有专属的封年祭活动 围棋三到七天不等 从花莲到台东都有 成为华东海岸自然风景之外 另类的人文景色 阿美族依居住地与迁徙的关系 分为南市阿美 秀姑兰阿美 恒春阿美 马兰阿美 与海岸阿美 每当阿美族风年纪时 只要年满13岁以上的男性 部落头目就会赋予专属工作 称之为年龄阶级 总共有八个阶层 然后那个Mamanogaba就呼吁 告诉他们的下面的人 你们下一代要做什么 做什么 他们那个Mamanogaba 下一层就是专门 我们有活动的时候 专门杀猪 要给老人家 去之后老人家 所以每一个阶层 每个前程都有工作的 其中海岸阿美的年龄阶级 很特别 不是固定的阶级名称 而是看当时社会上 所发生的事件命名 这样的阶级名称叫创名制 像有很多人说叫拉金剑 拉那个头 他那个就像有的部落是 为什么有的叫拉台北 那个时候跟台北跟我们说 那个时候就是因为部落 的人都往都会骑的 大部分都到台北 所以那些那个青年名字 就给他年龄建设 就给他骑个拉台北 还有甚至于是 以前我们这边 有一个顶东科研 现在改新东科研 那一年刚好是 那个部落 刚好有顶东科研 我们就给他骑一个叫 就拉顶东 那都是这样 可是名称都是部落齐老 给小朋友命的 不过原本肩负部落对外 为安与行政事务的年龄阶级 历经时代的演变 现在只剩下负责 丰年纪活动的功能 因为国家的行政系统 已经把原来部落要做的一些事物取代了 那所以现在看到的年龄阶级 它就只剩下从事祭典的事物 一八零三年 一位日本船长 漂流到秀姑兰西出海口外的西浦兰岛 遇到当地的阿美族 并在那里生活 还写成一本漂流记 京洞清朝政府派员前进东海岸 清朝末年 大清帝国来了以后 就开始开辟港口 所以港口呢 北边没有什么好港口 南边岛是有好港口 就在现在的成功镇 北边一点点叫做小港 1876年 清兵从台湾台东小港上岸 之后陆续与阿美族发生冲突 最严重的是1877年 165名阿美族青年 遭到清兵大毒杀 史称大港口事件 他们刻意让阿美族人 去为他们运粮食 运好粮食之后 在设宴款待当时候大港口的 那一代的阿美族人 喝这些酒席 但是等到这些族人 因为他们工作了 他们帮忙运米粮到成功 又再回来大港口 其实是很疲惫的 喝完酒 然后吃完那些饭以后 其实大家都也没什么 多大体力 这时候清政府 我们就是一口气就直接枪杀了这些人 还有陷阱啊 原住民跳也跳不过去啊 有那个坑啊 后来就全部杀 在这里睡 我们原住民最难过的 在这里 阿美族抵抗外族的故事 也发生在台十一线南端的台东成功镇 时间是1911年日治时期 因为修筑新港 爆发警民冲突 历史称为马老龙事件 本来本身阿美族跟日本警察 他们就是有那个 本身就存在一些旗舰 然后他那天刚好是一个引爆点 那个都立班所一个副所长 他就很凶啊 就把一个他们的一个副头目的打他的头 那头目一时气愤来讲 就把他拖到外面就给他杀死了 然后这个事件引爆以后呢 就是我们整个来讲 从独立那边啊 还有结合其他的社啊 像我们这边的马老龙社啊 他们就集体啊 他们就攻到那个城郭那个地方 那个是一个叫做 他们叫做抗日事件 那是在民国印尼 日本人呢 他怕那个原住民报复啊 对不对 所以说他就故意把这个门做得很窄 最主要的目的是一手南攻 那那时候纵使说 原住民要冲过来的话 他这个门这么窄的话 一次顶多是两个冲进来 他们在里面防备的一个人 你要爬这个高墙也不容易啊 所以说这是一个 可以简单讲一个防疫公司啊 台东的成功镇 是东部最早开发的城镇 而成功镇最早有人登陆的港口 则是城广澳 因为属于天然港湾 外观像螃蟹 也被叫做巡广澳 一开始来讲他们就是小型的贸易 啊不 以物易物 后来慢慢这边的人聚集越来越多 所以从那边来讲 发展来讲就是变成我们成功镇 汉人最早开发的地方 清岭时期的城广澳 是东部最大的贸易港 而这里也有花东海岸线上最大的杂货商铺 广腾发商号 贩卖米 盐等日常生活用品 并利用港口之变 直接把西部的物资运到东部 这个主人叫做温泰坤 他是屏东客家人 那时候他在清朝之后呢 他就自己徒步 用手的从屏东那边走到城广那地方 当时他的人相当的高大 那时候他是靠当那个教夫 以前教授都是有教夫 他就是一路一路教过来 当然是客家人比较勤俭 他又有生意头脑 他当一开始的时候 他从小型的贸易 后来扩充到米啊 盐啊 那民生用品都有 后来他又在卖 以前那个米啊 胡啊 那个也是一种教育 然后自己又开那个监女工厂 然后又有土地投资 那时候算是 我们整个海岸线来讲是守护 1996年 东部海岸公路进行 拓宽工程 广腾发商号遭到破坏 仅存三分之一的断圆残壁 被保留住 筑立在荒烟漫草中 在马路边你就会看到 这个清朝到日据时代 留下来的那个建筑的残跡 那个等于是东部 这个台十一号公路旁边 比较古老的建筑物的遗留 但是真正古老的都不是这些遗留 是我们阿美族的祖先 我们原住民的祖先 一路往上推 可以堆到几千年前 台东三仙台的比西里安木落 用漂流木打造出独一无二的牧羊群 本有一百多只羊 历经多次台风与海水冲击 现在只剩零星几个 而残存的木头羊 可是部落的精神指标 我们这个部落叫比西里安 那个西里就是羊 我们这个叫比西里安 是养羊的地方 然而这头既像羊又像鹿 还有一点像山腔的装置艺术 其实背后隐藏部落青年过去的伤痕 这边部落的那个青年 就是出去外面工作的时候 都会一直都会掩饰自己 不敢表现说我是原住民 以前还没有改那个名车的时候 以前还在叫山地人 甚至更早 像我们小孩子的时候 人家都叫我们藩仔 叫凡啊 所以说后面所以说会做成这个样子 他们当初这个那个建国就想说 我们就做一个又像羊又像鹿 就是这个才他们当初要做这个牧羊群的这个 所以说我们现在只要有客人 我们就是跟他们介绍 其实他就是羊 你不管你做的像什么 可是改变不了那个 你本来就是一个羊的事实 不只有遗迹 有艺术品 台十一县花莲新社这边 还能看到格马兰族人 正在复兴自己的文化 格马兰族父女手中的香蕉丝工艺 是独有文化的证据 1990年代 格马兰族被学者质疑 已经遭汉化与阿美化 拒绝让他们恢复族名 为了证明格马兰族有独特的文化 老一辈的人凭着上一代传下来的记忆 手工还原早期使用的编织品 当时自己做自己用 比如说我们做那个背带 侧背带后背带 还有可以做那个遮阳的 以前那个农夫太阳 中午太阳很大嘛 弯腰嘛 可以把它变成这样的那个东西 另外一个就是它可以变成一个 赛道骨的那个布 东海岸引人入胜 学者建议来到台十一线 要放慢脚步 才可以发现蕴藏在美景之下 丰富的历史宝藏 东海岸是台湾现在最早有人住的地方 藏兵文化的八千栋遗址 年代至少可以找到三万多年 然后呢 小马的洞穴里面出土的人骨 经过鉴定测量 矮黑人 年代大概在六千年到五千年左右 是矮黑人 然后接着新石器时代的我们南岛民族的祖先 一路演变下来一直演变到最后 阿美族祖先的进步文化 在整个东海岸大处都是 丰富的人文与历史 让台十一线 不再只是缩短城乡差距的景观公路 还是一条能让人细细探索的人文公路 来到台十一线 除了欣赏海天一色的风景 还可以走访原住民早期的海上古道 也可以到秀古鸾溪泛州 在十七鱼港搭赏金船 看着顺着黑潮而来的金屯交客 也可以到十几坪潜水 欣赏珊瑚 那么也可以品尝东部的飞鱼龙虾和旗鱼海鲜 而且台东的成功镇 还保留了日志时期流传下来的标旗鱼技法 每年冬天成功镇渔会 还会举办标旗鱼竞赛 这场面不输给东港的鲑鱼技 等到台十一线就在东海岸边 沿线的娱乐活动相当多远 配到东部第一个激起海水浴场 玩虫浪 加油 到秀古鸾溪泛州 欣赏峡谷之美 与河道上名利的白色帝王石 那这些通称叫做港口的石灰眼 或者一个更有诗情话语的名字叫做 秀古树玉 那其实就是石灰眼 这个是我们在东海岸地区 在海岸山脉地区可以看得到的 配到台东东河搭乘阿美族传统的竹筏 唱游风景明媚的八五呼吸 还可以到市区的活水湖 玩独木舟体验亲子活动 也可以从石堤渔港登上渔船 前进太平洋 看看海中交客 鲸鱼跟海豚 大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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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道带他们过来 那他们只是经过我们的沿海 单单经过种类多 再加上发现力怎么高 以这些年来 太平洋这一侧 华东海岸山脉 或者是花鱼港 石堤港 加上台东成功港 大概都是属于海岸山脉 台湿一线的这个周遭 鲸豚记录的种类也好 发现力也好 大概都是全球一流的 哇好可爱哦 哇好可爱哦 由于太平洋黑潮里有丰富的浮游生物 会吸引鲸豚以及大型鱼类 再次觅食 且黑潮距离东海岸 约四到六海里 因此搭船出海 大约只需半小时左右 就有机会看到鲸豚 他的鲸豚在他头部的鲸豚 帮我看到吗 好吗 我相信他在深海的海域出没 这个主要食物是深海的大型鱼 那我们这边靠岸这么近就有这么深的海溝 这么深的海盆 所以他们每年固定来到这里 我相信是因为这样的环境吸引他们 能够这么的靠岸 哈喽好近啊 哈喽 除了水面上的活动 也可以到石堤瓶潜入海中 看珊瑚 来到我们的石堤瓶这边 有丰富的珊瑚礁 因为你一下去就可以看到 120种不同的珊瑚礁 都会集合在附近 好 台西线面山领海景色宜人 尤其东海岸空气良好 让旅途视野十分明亮 来到八旗亮望台 辽阔的太平洋尽收眼底 一旁还可以欣赏到大石堤山 与激起沙滩 在台西一的这条道路上面 是所有我们的公路里面 它的红绿灯号制是最少的 几乎只有是个位数 那这个自然的地方融合了 当地的这个民族社产 也就是我们的阿美族 一直到台东的时候是非南族 那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 其实它是充满了一个 我们叫做原始感官的这个风景 还实现现在又宽又好走 而早期人走的道路 像是激起网峰冰 哥马兰族人开辟的海上古道 原始样貌也被保留住 还成为热门景点 因为是沿着山崖行走 底下是好几公尺深的海崖 惊险的程度 还被误称为清不知子断癌 那清不知子断癌 它其实是套用日本战国时代的那个 有一个皇后带着她的孩子 为了要逃难嘛 经过那个断癌 那不小心怎么 她的孩子带到海里面去 那台湾都把它套用 套用之后清不知子断癌 然后就开始污名了 说隔马兰族的妇女 背着什么 背着孩子呢 经过那个危险的断癌 然后不小心孩子掉了 她都不知道 你看多危险 清不知子断癌 这个是错误的 应该用隔马兰的名字叫 不能杀散两块木板 这个名字不是很好听的 台西线70.5公里处 花莲进埔路段 有一座高耸的白色巨塔 这不是引导船制的灯塔 而是北纬23.5度 太阳直射地球最北的北纬归线 有风景看又有水上活动可以玩 省道台西线上还有丰富的物产 在花莲新社 哥马兰族人早期驾船到此 利用这里平坦肥沃的土地 与丰沛的水源 种水稻 还将种到技术传授给阿美族人 使得新社成为封冰箱的米苍 阿美族笑我们哥马兰族很笨 他们平地他们都不要 哥马兰族傻瓜傻瓜的 因为他们都找那个山坡地 山坡地万腰没有那么腰 腰比较不会那么痛 因为他们都做汗 汗做嘛 可是他没有想到哥马兰族做水稻 水稻就要平原嘛 结果呢 哇 稻米很多嘛 后来阿美族来学种水稻 所以这边的阿美族都知道 种水稻是 这个技术是哥马兰族教他们的 口网上自自作响的是飞鱼 也是花莲激起到封冰常见的鱼铲 每年四月是飞鱼盛产的季节 虽然木头在熏 可是它底下会放的这个月桃梗 所以有独特的香味 月桃梗就好像我们把肉长那种 方式的叶子 江飞鱼熏肝一年四季都吃得到 飞鱼肝可以在台西县路边买得到 在餐厅里 还可以吃到这里的特产 龙虾 来 把你提造一次500 那由于这个地方 岩城也比较崎岖 所以这个地方就有很好的一个 沿岸的一些地形 再加上这个区域里面 这个海菜跟海草 在这个地方 非常的繁盛 所以这个地方就有非常非常多其他的生物 譬如说龙虾 譬如说九孔这一类东西 在这个地方都非常适合来的养殖 那也在这个地方形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海城的特产 这边当地的人 尤其是这个长虹桥这附近的这个部落 有这一个朋友们就告诉我们 海空断掉的时候 他们这个外面的这个菜跟肉是买不到的 那这么如果断得越久 他们就是到海里去 因为大海就是他们的冰箱 所以他们会在里面抓这个龙虾 来到台东成功镇 一只鳍鱼雕塑就助力在市中心 因为它是这里最具代表性的鱼产 有些鱼它是顺着黑草来的 有些鱼是顶着黑草这样子 在边缘这样按照季节这样过来 那所以说这个整个黑草就是跟 带动了这整个鱼业的支援 那就起来讲我们大概 全世界大概有12种鳍鱼 那我们台湾这边大概有6种 6种的鳍鱼的记录 那这些包括就是 我们比较常见的就是像夏天这边是 雨傘鳍鱼 跨东海域的鳍鱼数量多 几乎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种类的鳍鱼可抓 渔民也将黑草取日语谐音排六 是渔获丰收的意思 冬天的棋鱼是最好吃的 就算油脂很肥美 所以这个镇就是抓这条棋鱼 有名就是冬天的棋鱼 就是白肉棋鱼 它有油花 每年东北季风来临时 就是陶海人出海捕棋鱼的季节 原本夏季用来赏金的渔船 船长也卸下游客座椅 换装上阵 准备出海标棋鱼 现在这个渔季是标棋鱼 因为东北季风一吹 这个第一季的渔启是这个栗刺棋鱼 那通常这个图式棋鱼法 它是一个比较传统的鱼 鱼不只要看技术 还要有运气 开船出海想要满载而归 可遇不可求 有时可能连一尾鳍鱼都看不到 好在有黑潮 渔民还是可以捕捉其他鱼种 像是鬼头刀 不过标棋鱼废时又废工 且一次只能抓一条 效益不彰 目前仅剩花莲10梯 与成功新港 持续保存日志时期 流传下来的标棋鱼技法 每到冬季 成功证渔会 还会举办棋鱼技活动 看看哪艘船 可以补到最大尾棋鱼 那标棋鱼技活就是 就是大交互找 船长找船员 船员也会想找比较好的船长 因为它的就是很密集 可能在这一个月要很密集的 然后它的获利也比较高 那标棋也是用分红的 就是按照抓多少 然后去下去 按照你的那个 在船上的贡献去分析 所以它的获利相对的 就比较高 而且很有挑战性 我们台东新港 还有那个苏澳基隆 这个上个地方 都在标棋鱼 但是现在这个地方 现在这个其他两个地方都没有 现在我们这边也有 但是这些船长来讲 年龄平均都五十岁以上 前两年来讲 因为标棋文化已经慢慢走入历史了 因为你要写起这种技法是不容易的 所以说 现在也是列入一个无形文化之产 海西线的开通 可以让外界揭开海岸山脉的神秘面纱 接触海 了解海洋资源 探索山认识远古时期 远著名文化 漫游花东海岸线 学习如何与大自然共存 台十一线全长有177.48公里 但花莲段只有71.5公里 其余的100里6公里都在台东县境内 但不论是在花莲还是台东 这沿途景色宜人 也有丰富的地景奇观 尤其不少的路段 已经拓宽成了四线道 红绿灯也不多 对开车的观众来说 压力不算太大 相当适合放慢脚步细细的探索 这期台湾演艺就介绍到这里 我是胡婉玲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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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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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